永乐大典 她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接下来有请陈宏彦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永乐大典 陈宏彦研究馆员 现任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 国家图书馆第一批永乐大典收藏是在1912年 当时这个图书馆是归教育部所属的一个大典 因为毕竟这个图书馆从根本上来说呢 它是一个公民终身教育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当时归口是归到教育部 当时主管这个教育部的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 是鲁迅先生 大家都很熟悉 当时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呢 教育部请说国务院 将这个汉林医院所存的大典的残本 送到教育部 然后交给京师图书馆收藏 京师图书馆是我们国家图书馆前身 当时残存的数量呢 是64册 他当时留了4册呢 放在教育部的图书展览室 然后其他60册 送到京师图书馆 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 用了大典 是鲁迅先生的手入藏的 后来那个教育部那4册 也后来也送到这个国家图书馆了 这是最初的一部分用了大典 之前说到到了近代 中国经历过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 正是鸡贫鸡弱的年代 被列强用洋枪火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个时期 永乐大典大量缺失 直到1912年 民国元年 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 鲁迅先生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 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8月任命为教育部签示 从本年起至1917年 他大量抄古碑 记录金石碑帖 校对古籍 在他的努力推动下 国家图书馆才开始着手收集永乐大典 可也仅仅只是找回了一部分 是第一次收藏到的永乐大典 到1934年的时候 做的清点和账策 永乐大典的数量是93册 在后来的抗战时期 爱国人去抢救 去收集古籍的工作 一直在做 像那个上海 郑正多先生一直在上海 住在民间 或者是书店 这样一些地方 寻找善本 和北平国家图书馆的这些负责人 经常联络 像沿途理馆长 是四处去找经费 够书经费 然后那一段时间的收藏里面 虽然战争造成的困难很多 但是那时候收藏的这个估计里面 还有两侧永乐大典 37年那个813事变以后 上海沦陷 国内局势恶化 后来就是当时这个代理馆长袁同理 和这个上海办事处的这个钱村逊先生 通过美国使馆和美国联系 把这批善本在做挑选之后呢 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积存 一共选取的是三千种书 这三千种里面呢 有六十册永乐大典 当然就是和我们最初那个六十册 金鲁旭先生之首用那个永乐大典 不是重叠的六十册 就卷了六十册永乐大典 在这个 当时呢是运到美国去了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管 而且呢 当时我们这个袁同理先生呢 一直就在美国去 有办事处去看护这批书 后来这个袁先生去世了 去世以后这批书呢 看管人不在了 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 这批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 运到台湾 送到台湾去了 所以这三千多种书呢 后来是存在台湾的国工博物院 但是这个归属权呢 包括这个账 应该都是还是在我们管的账上 到了日寇清华时期 国难当头 但保护抢救永乐大典的工作 仍然在进行 其中郑振夺先生和袁同理先生 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说到郑振夺先生 有人说 郑振夺的一生是纯真高尚的一生 艰苦奋斗的一生 以书为有的一生 是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的一生 他的一生作为极其高尚品格 应该是我们后来者最好的楷模 而袁同理先生 七七事变前 随着北平形势越来越紧张后 袁同理担心北平图书馆 这么多年精心收集保管的善本书 会落入日本人手里 便将假库存180箱 以库存120箱 共300箱善本书 运往上海法租界保存 开始存在法租界 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 接着转移到 旅班路震旦博物馆 再后来辗转寄到美国国会图书馆 代为保存 在1951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中苏友好 现在就像年纪老人们也都知道 那时候中苏友好的形势非常非常好 所以当时列宁格罗大学东方系 把他们收藏的这个永乐大典 就还给中国政府了 后来中国政府就交给国家图书馆 为了庆祝这个事情 国图当时还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 宣传永乐大典的价值 和它遭到截略的这样一些遭遇 展览对当时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 有一个很大的激发作用 所以当时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 就纷纷把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那时候的收藏和这种集中 应该说是不计任何代价的 就是一种很单纯的爱国热情 到了解放以后 永乐大典的收藏爆发过一次小高潮 在刚刚抗战胜利的中国大地上 人们的爱国热情极度高涨 在了解永乐大典的一生经历后 民间的所珍藏的善本 都纷纷捐向了国家图书馆 以期待它的完整 这就是所谓民心所向吧 团结力量大 众人石柴火焰高 能聚集民心民意的政府 在执行公务时 也会收到来自民间的助力 在六五年之前的一批 还有就比较重要的一批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当时比较著名藏文书家南辰北周 南辰是上海的陈清华 他是以银行家的身份 从三十年代才开始收书 但是他这个一个是 他确实也喜欢书 另外一个经济实力的原因 他收的数值上都非常高 我们馆藏的书如果让随意去 这些人想象中去挑取这些展品的话 可能最多的就是陈清华 像周书涛 还有一些大家的书 这个随手拿出来的 都是质量非常高的书 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那个 因为陈清华是四九年的时候 他移居到香港 带走了他最喜欢和最珍贵的一批古迹 然后后来因为在那个香港生活的时候 家境可能当时经济上不太 比较紧张吧 然后就是有消息说 要出售一批书 当时呢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 经济也还是很紧张 但是得到消息以后呢 体型运作 在五五年和六五年的时候 分别买回了两批书 这个两批书 尤其在六五年那一次呢 实际上只有二十五部书 但是那次的购买这个书呢 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批复的 那次书虽然只有二十五部 但是当时所花的经费 是当年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这样的一个量 就是说当时共和国对这个 自己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那种重视程度 虽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也还是非常重视 在一九六五年时 国家又在周总理的大力倡导下 花重金买回了一部分珍贵书籍 其中就有永乐大典的缺失部分 可见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 确实是高瞻远瞩 对文化相当重视 至此经过多年的累积 到一九六五年时 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的藏量 已经达到了二百二十册 我们现在登记的最后一册永乐大典 入藏呢 是在八三年 当时是在山东农村 那年应该说是中华书局和人家单位 他们曾经印过一个 那是台立挂立这样一个东西 上面呢 有一个照片是永乐大典的 后来这一家人呢 看到这个照片 在文化站工作嘛 说好像我们家老人 那有这样一册书 然后回去看呢 这书还在 然后当时跟 通过文化站 通过那个经政机构 跟国家图书馆联系 当时我们派了两位专家 就是采访人员吧 到山东去看 果然是永乐大典的元件 当时保存的样子呢 实际上不太理想 但是很幸运的是呢 就是这个农家的妇女 虽然她不识字 里边的书里头也加了 什么花样 写样 包括她这个没有字的部分 天头地脚呢 她也给裁掉了 可能有些做了这个 这个剪了写样子 或者是这个做了什么 其他的用处了 但是传统上呢 农家妇女她静字吸纸 觉得这个认识字 或者写字的东西 都应该很宝贵的 所以字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伤 所以这次永乐大典的内容呢 应该算是保存下来了 这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后来这个 来到国土以后呢 这件永乐大典 就是应该说是 失而复得的这珍贵典籍 把由专业人员做了修复 所以这个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 第221册永乐大典 国家图书馆入藏的最后一册 永乐大典 是来自一位农户 迄今为止 也没有再收藏到过永乐大典 这部记载了几个时代的 方方面面的大书 现在留在我们国家的 只剩下这么221册 所以就是后来说 他这个书呢 是极异的冤手 就是从中极出很多 我们今天看不到的这部棋 而且就是说 从这里面极出的书呢 不光总数很多 而且它很多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旧五代史 如果不是它这个里面保存下来 还能够让我们挤出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24史是缺失了 没有这个旧五代史存在 而且后来的人呢 对这个旧五代史的资料价值 应该说也是非常推崇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这个乾隆提旧五代史发运 就是挤出来以后 他非常兴奋 提了这么一首诗 然后这首诗呢 现在它那个就是 把它那个乾隆皇上的字呢 刻在似乎全书的那个 就是那边一进门的 那一个大的那个书架上 大家有机会的话 应该能看到 从公元907年 朱温代唐称帝 到公元960年 北宋王朝建立 中原地区相继出现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洲 等五代王朝 中原以外存在过吴 南唐 吴越 楚 敏 南汉 前蜀 后蜀 南平 北汉等十个小国 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史国 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而永乐大典中有寄出其中的史实意义重大 就是后来我们在那个那个 我们国家图书馆的那个前辈 有张曼李先生的时代呢 因为他研究这个戏曲方面的材料 他从里面寄出的戏文也有很多种 就是其中呢 其他也是从这个九屋传本的这种文学作品 也从大典里寄出来不少 所以这是永乐大典它非常明显的这种价值 它给我们国家的这种不光是文学史 其他的各种文献的研究呢 都增添了很多新的史料 在04年的时候 中华数据张晨石先生他们还 因为他专门研究永乐大典很多年 也还从里面集出了很多方制的材料 他的统计是宋元以前的方制大约是180多种 然后明初的方制的还有700多种 这样子就是其中的 虽然明初的一些地方的地理的严格呀 方位呀还有一些风土人情啊 人物的一些仪式还有诗词等东西 都可以能够有更多的发现 对研究这个宋元明历史的人来说 都是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国家图书馆的像这个 经过馆史大家比较了解 第一任馆长以来 很多学者们对永乐大典就开始集议工作 所以入藏更多 集议的内容也就更多了 包括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 还曾经出版过 从永乐大典里集出来的一个禅林类剧 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在深入做工作的时候 然后永乐大典还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内容 不止如此 在永乐大典中还记载了宋元明时期的风土人情 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等等 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来说 有很大帮助 人类的文明是靠文献一笔一画地记录下来的 而现在在中国 很多文献的缺失 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来说很不方便 这也是永乐大典的了不得的地方 因为他记载的东西太全面太多了 另外就是在这个02年这个会上 我们曾经请了一部分专家 讨论这个对永乐大典的修复问题 因为在这个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个过程中呢 前边除了83年那个山东那一侧 基本上是其他都没有太多动过 因为现在遵循的修复原则 是最少干预的原则 尽量让它保持原貌 但是库里面的永乐大典呢 很多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书背这边就是 都已经散乱了 都已经坏掉了 如果不加干预的话呢 有可能它坏得更厉害 所以当时经过专家讨论呢 我们还是采取了 对它进行修复这样一个方式 用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吧 我们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 对损坏的这部分永乐大典 进行了整体的修复 修复的效果还是不错 但是当时又有这样几个情况 像这个是幼藏我们馆之前 藏兽家已经修复的 它已经破坏掉了 原来永乐大典的装正形式 改成了现状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说 最理想的修复方式 那时候可能是好心 当时的破坏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用了这样的方式去修复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修复的话 就看不到永乐大典原来的样子了 这是一个现在不提倡的修复的原则 里边的那个皮拆下来以后 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修复的困难在于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材料不太容易找 因为这个必须要配得跟这个原来材料呢 应该说质地上比较接近的这样材料 才能让它展示给我们的 是有没有大点原来的原貌的样子 所以就是当时找这个书皮的原料的时候 费了很大劲 最后终于在一个那个筹布店 找到相似的这个材料 然后经过去定制加工呢 找到了一些书皮的材料 而里边的纸呢 刚才我们说到 嘉靖年间呢 比较剩下那种白棉纸 韧性非常好 但是现在如果找那样的纸 一般没有地方生产 而且也没有那么老的纸了 但是很幸运的是呢 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库房里面 有乾隆时期的一批比较好的纸 当时经过讨论的 虽然那批纸到现在保护起来 也是文物了 但是用在永乐大典上呢 还是值得的 它跟这个永乐大典用的这种 白棉纸很接近 所以后来就决定用那批库存的纸 做了永乐大典的整体修复 所以如果是按这个永乐大典价值来说 那批乾隆时期的纸 应该是物尽启用的 郑振夺先生说过一句话 文在一乡史在他方 如果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 或者中国的历史 资料还要到国外去查找 其实是民族的一个悲哀 所以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献 其实并不是国家图书馆的一家之事 而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